用到的工具 纸张毛笔 还有咱们的颜料 小月就说了像五指山 五指山呢 要参差不齐 不能太过于整齐 我这个纸呢是 30乘一个 45 它的高度是这个45 宽度是30厘米 那首先呢我们开始 从哪里开始画呢啊我放大一点点 我们在画的时候 也是啊首先我们要先 从前方啊 先从前方开始画起 首先呢我们要先从下方这一块 我们先 拿出来一只大号的 或者是尖号的中号毛笔啊 你找一个 大号或者中号 都行啊 找尖号 就可以了啊 我就用 我这只毛笔吧刚才我用的这个 呃大号的尖号毛笔好吧 先拿出来一只大号的尖号毛笔啊 我们先在笔棋里面给他浸泡一下啊 一定要给他 哎泡透啊浸泡透 泡透之后呢我们开始干嘛啊 哎涮一涮你看我这个水啊有点偏蓝了啊 可能我刚才用这个颜色呢没涮干净 啊没关系 好首先我们先画这个石块啊 这个石块大家要注意啊 他基本上哎 在哪里啊 在他的右侧站的面积比较大一点啊 他在这个树中线啊 以树中线为基准啊 他往左侧往左侧来大约给他延伸个这个两到三指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哎 我给他简单的比一下啊 这个位置不要给他定的太死 也别给他卡的太死 你说老师 我手比你的细啊 我三指稍微往里来了一点行吗 没关系 是不是啊 哎三指左右 然后呢 他的高度也大约啊 高度也大约在三到四指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高度不要太高啊 然后呢 他基本上啊 如果我们用颜料管来去比较的话 他基本上你看从右边往左侧来 大约也就两拐颜料再加上两指 是吧 用我的手指包比较的话 你看两拐颜料加上两指 我们去把这个 哎 石头 表现出来 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动笔去画 首先呢 你看我的毛笔刚才是没有墨的 是不是啊 哎 加水之后 笔上呢 哎 毛笔是干净的 然后呢 我用笔尖 看到没有 用笔尖去调这个墨 在这个牌的 你看来回的调和一下 调到毛笔的二分之一就够了 别调太多 哎 这个时候你看我点一下 就产生了浓淡的变化 笔尖是重的 笔度笔根是淡的 好我们开始怎么去用笔啊 这个用笔要更加的什么生动 看毛笔我不是中锋啊 我不能直接去弄了啊 我是侧着啊 稍微的侧一下 哎 我们讲勾这个山神 你看我从这个高度最高的这个点 我往下来 哎 稍微毛笔微侧 然后压笔行 哎 这一笔 看啊 微侧 所以我们在行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用笔的这个 变化 看啊 我是哎 压笔漏风漏风出笔 然后往左侧撇 往从右往左侧来 左侧来 然后慢慢的下力啊 用力去压压的时候再往下拉啊 再拖笔 你看这个拐角的这个 像一个对号式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对啊 好 你看我再从这里给他接过来啊 行笔的时候不要太慢 你看从这里接过来之后 然后有一个弧度 哎 看没有 就是你会发现我的毛笔 咱们在画画的时候 这个毛笔一定要怎么样 要产生什么 要有变化 就是它相当于有韵律一样啊 它是有运动轨迹的 它不是我们拿着比较呆板的那去行走 你看我这里 过来之后是吧 哎往上走 哎 再过来 看看我这一笔了吧 哎 这就是我画的这个石块的 它的一个 形啊 这是这个石头的 它的形状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一笔不到位 是吧 你说我这一笔画的不到位 然后我再怎么站点墨色 在这里你看 在这个尖上 我还可以给他怎么样 哎 调点浓墨啊 去给他调整一下 这都可以啊 是不是啊 哎 稍微的调整一下 这里边他就有了什么 哎 变化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接着走啊 好 这个是它的轮廓 我们给它勾完了 啊 高度 哎 大约三直 三到四直 你说你高一点也没关系 你矮一点也行 但是呢 也不能太矮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石头啊 咱们就从左边来吧 啊 从左往右比较的话 咱要加上两指 两 两块颜料 加上两指的高度 啊 就就可以了 啊 这个位置不用卡的太死啊 啊 好 这里边怎么给它去撑 啊 你看我们要把它的厚度 给它体现出来 什么是它的厚度 就是这个石头 它肯定是有凹凸的 它是有体积的 它不是一个平板 是吧 现在它是一个平的 我们只勾了它的轮廓 好 接下来啊 你看 我笔是侧着的啊 我的毛笔是侧着的 拖笔往那里来 哎 拖笔往那里来 给它点两下 看我稍微给它拖一下笔之后 点两下 然后这个 它这一块和这一块 就是这个地方感觉密集了 它就怎么凹进去了 这个地方 稀疏了 它就怎么凸起来了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怎么画 你就 看啊 给它点几笔 点的时候 你看 哎 往下拖 在点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个笔触 不能排列的过去整齐 要有一定的错落的关系和变化 看我稍微的几笔 这个明白吧 啊 这个很简单啊 你看测笔 我们测笔 你看我们这样叫点 是不是 你点也行 点的时候也不要太 太整齐 你往下 往下稍微拉一下 拖笔拉一下 然后呢 有高一点呢 有低一点呢 它们之间 有点错落的变化 是不是啊 这里边你看这个墨色 因为我是侧笔 所以这里面的墨色 交上重啊 下边淡 我在拉的过程当中 它这个墨色会往这个淡墨里边 重墨往淡墨里边 会晕染一下 所以这里边的墨色的变化 就干嘛了 非常的丰富 啊 我们讲水墨滑滋 是吧 如果你这里边全部用重墨去表现 其实你看起来它怎么 它 比较的什么 丝板 我们这里面既有浓又有淡 画出来的更加的生动 好吧 我缩小啊 咱们 哎 好 行 这个石头画完之后 我们开始画什么 画这个松树啊 这个松树姿态非常的 妖娇啊 画出松树的这种 坚韵的这种品质 所以说树啊 松树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松树的风姿 是吧 松树的姿态一定是什么 哎 风姿雀跃 哈哈 风姿 忧 怎么来说 怎么来形容来的 这风姿 就是它这个神采意义啊 这种感觉 我们要调一个浓墨啊 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觉得你的毛笔太粗啊 太粗你把握不好 你就哎 找一个小一点的笔 调一个浓墨 啊 纯浓墨就行 我们现在这个树的高度啊 整个树的高度 从这个石头的上方比较的话 也大约给它比个四指左右就可以了 就它的高度啊 哎 你说我老师我五指 我就偏和你的不一样 哎 风姿萨爽啊 小姚同学说的也非常好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哎 笔尖上调点浓墨 别太干啊 稍微的这个润一点点啊 再笔尖调浓墨 我们先把这个树的姿态啊 高度有了 是不是啊 我从它的上方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从上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中锋啊 就是这个毛笔尖啊 在这个墨线的中间 漏风其笔 大家看一下啊 漏风其笔 我这样过来 哎 到这里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转折压笔 往下走要越来越粗啊 你看 再折笔 再往下来 看到吧 看 这也是村啊 这也是村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咱们点啊 点村的这种方式啊 村所谓的村啊 你这样也是村 知道吧 村法有很多种这个表现形式啊 你可能了解的只是咱们那些比较传统一点的 但这些都是从传统里面演变而来的 好 这个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主干有了 然后呢 我开始给他画这个小支 好 就在他这个转折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啊 我给他来一个 你看压笔 哎 折往上走 看 平展 分叉 是不是啊 我这个上面再来一个小一点的都可以啊 你看这里 是吧 他俩平了 那么我怎么样 我往这里来一个 注意他们之间的这个出支的这种变化啊 看几个小树树叉 是不是啊 像跳舞一样啊 这个舞姿非常的什么 哎 腰着 我们往这里来 对吧 往这里来都可以加哈 上面的要细一点点 哎 上面的我们要干嘛 要细一点 这个时候 你看 我们给他加支的时候 看从这里来 再给他加支的时候 你看 他的支是往上弧的 就往下弧再往上去的 没有吧 哎 往下弧他再往上去的 这样 是吧 给他加一下 你说下边 我要再给他来一个支出一个 行吗 可以 那他都可以去出支 是不是啊 简单的画一画 这个呢 我还从哪里啊 还从这个地方 哎 有一个回折的小支子 我也给他加了两笔 真正的目的 我们还是要表现出 他的双动的姿态 对不对啊 好 看这个啊 松树 来 咱们再接着来啊 再接着来 看这里啊 从他的下方 我再给他出支啊 大家看好了 哎 我就从 你看 假如你就是一眼看过去之后 你知道 你就知道他这个行 我们该怎么去 你看走势 是吧 我几笔 我就可以把它给表现出来 对不对 哎 我可以 这里 给他去加 啊 加一点小支 看 不必太多啊 就是我们加的这些小支啊 大家注意了 我并不是给他画的什么 哎 特别的丰富啊 并没有特别的多 你看这上面我还可以给他加两笔 哎 这个小支给他加一加 看 哈 哈 嗨 这道行 道行 道行 身上 哎 这个都是一步步学来的啊 我觉得这个体验课的话 能够在这个体验课因为和大家因为我们都不认识是吧 第一次来能够在这个体验课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我是感觉啊 我是非常荣幸啊 因为在这里能够去通过这么一节课啊 给大家去讲一些中国话的知识 是不是啊 带着大家来了解和感受咱们中国话的魅力啊 这是一个老师 我无论你作为一个老师 你水平高也好低也罢啊 我们不能把自己放的太高 是不是啊 哎 我们真正的目的上要为这个学生去着想和考虑 对吗 好 你看我给他加点小支 是不是啊 好嘞啊 给他点几小墨点啊 这个松树的枝干看起来会更麻呀 更加的丰富 是不是啊 更加的苍劲 这种感觉 我这都是用的浓墨啊 用的浓墨 好 我这个画完了 看不见 看没有 哎 如果你跟不上的同学啊 尤其是咱们第一次来的啊 没有接触过国话的东西 你肯定肯定啊 肯定是跟不上老师的节奏的啊 这个是呃 因为你这个过程啊 老师都经历过啊 我知道大家 肯定 因为我也不能说话一直等大家半天 是吧 咱们这一个小时 咱们话两个小时也话不完啊 不要咱们正式课啊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反复的去这个去教啊 去看 去听 是不是啊 好姿态 没跟上的 你抓紧时间截图啊 截到你的手机里面来 好不好 好 接着啊 接着啊 接着我再调一个浓墨啊 接着我再调一个浓墨 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毛笔分啊 压扁 看啊 对吗 这个时候 你看我把我的毛笔 哎 让他怎么样 你看这个笔尖啊 他是扁的啊 他的笔尖是扁的 扁头 我把他压扁了 然后呢 这个墨色是什么 是浓的 这个时候我开始画他上面的松针 啊 这个松针我是你看 哎 稍微有点糊涂 你看我的毛笔了吧 他不是直的啊 我稍微在这个盘里面压一下 压一下之后这个尖啊 他不是飓风的 他是有点散风 这个时候我在上面 大家看一下 哎 咱们就给他点画一下 这个小松针 是吧 下笔的时候力度别太大啊 你别一下子摁的太重啊 这是一种 看我给他点一下 哎 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高低的层次感 看 把笔压扁 上面是有个哎 小分叉的 是吧 小胶的这种感觉 给他加一加 看 看没有 啊 为什么压扁 这是一种处理方法啊 这是一种处理方法 这是画松针 写一松针的一种画法 啊 当然了 如果一个人说了 老师我就不想扁啊 你不想给他这样去点也行 那稍微的聚风一点点啊 你这样一笔一笔的给他点出来 也是可以的啊 我原话当中 其实是点的 看这种点 这个呢 这个点就是他的笔峰啊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舒展 我在点的过程当中 看这个松树啊 可大可小 一定要注意在点的过程当中 跳着去点 看 是吧 把树的这个大的这种姿态和感觉 给他去呈现出来 墨色就用浓墨就可以了 墨色我们就用浓墨就可以去给他呈现了啊 哎 点画 看这个了吧 哎 这就是这个松树 哎 你看这种表现形式 哎 松树的松针 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给他画的太圆啊 他的这个姿态一定要怎么样 哎 要生动 他出之往往左侧来出之 我们就给他往左侧来画 是吧 往右侧来出之 哎 我们往右侧来画 总之 我们怎么去表现出他这种生动的态势 怎么给他去呈现 就好了 对不对 哎 你看我这样 稍微的来几笔啊 哎 随时调整啊 可多可少 这个自己看 你看你自己的画 是吧 如果你画的感觉 太 一开始点的时候 要稍微少一点啊 编太太多 可以后期调整 对不对 你看这个树 虽然没一个巴掌大 我们已经看出来在这个树的这种仓劲挺拔质感 对不对 像我这个干了之后 里边的墨色 它是有变化的 是吧 明白了吧 同学们 哎 接着啊 接着咱们再走啊 接着咱们再往往上走了 这块我画完了啊 接下来我要开始干嘛了 开始往上去了啊 开始往上去了 往上去 咱们在他的右侧啊 右侧这一块是画的什么 哎 非常的重 右侧非常的重 然后远远山稍微的淡一点点 行 接下来啊 我们先找住这张纸的横中线啊 找出这张纸的横中线 从他的你看这个纸整体的高度啊 啊就这么高啊 我先找到他的这个横中线 好 这个横中线基本上在这里啊 横中线往上去啊 横中线往上去大约四到五指的位置 是咱们这个远处的山的一个高度 啊右侧这个山的高度 如果你不好比较的话 你可以拿颜料管 是吧 好 就相当于从顶往下来 一管颜料再加上三指啊 三指三到四指都可以啊 三指也好 四指也罢啊 都行 就这么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我拉大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石头啊 它最外侧 它最外侧大约是我的一个这个四根手指 就它最外侧 别画的太突出 最突出的地方 大约我四根手指 然后往外侧 然后慢慢的往里凹啊 凹进去 它最最凹陷的地方 大约也就三三个手指左右 啊 给它定好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那边啊 哎去画了 用笔方法和这块石头是一样的 我们先啊 这个是我笔上的墨色怎么样啊 哎 比较的浓重了 看啊 我需要把 这个毛笔 哎 加点水分 稍微给它稀释一下 不能让它太重 啊 我们要要的是这个墨色的浓淡的变化 好 同样啊 同样我们 在笔锡里面给它涮一下 然后呢 笔尖上调点 浓墨 看啊 笔尖上去调浓墨 然后水分别太大了啊 笔上的水分别太大 我们先从上方来 看啊 从上方来 从上方来 也是啊 漏风起笔 大家看一下啊 漏风起笔 然后你看 侧 侧的 看 侧的 侧这样过来 看 侧笔 侧笔之后 慢慢的从这里转折之后 开始哎 稍微的直挺一点点 看往下走 对不对 哎 往下走 看了吗 哎 高一点 低一点问题都不大 你看 这个里边 我们啊 你看 我先画出来 他的山石的这个轮廓 哎 就像一个塔一样 是吧 一层一层的 然后往下来 对吧 然后再往下来 啊 他的这个轮廓感 啊 这个咱们用的就是 我运用的是 俯批的这种 这种感觉 去表现了啊 一种俯批的形式 去呈现 看我现在啊 我现在画的是 他的一个外轮廓 啊 他的一个外轮廓 这里边你看 这里边我就可以脱笔 你看给他拉长一点点 我可以脱笔 看到没有 哎 脱笔之后 勾出来 他的这个层次 对啊 他是一层一层的 你看里边也是 对吧 这个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 哎 侧笔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辅批啊 辅批村的形式去表现了 哎 侧笔 你从他的轮廓的位置 你往下去村 啊 往下去村 哎 笔触该大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大一点 哎 把毛笔侧过来 看 给他村画 画的时候呢 要做到什么 斩晶结铁 也就是说一定要干脆立则 你看我的毛笔啊 看我的毛笔 这里边 看 有浓有淡 侧笔给他去村画 是吧 把石头的这个体积 对 从上往下来啊 从上往下来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呢 只是给他村了一个 是吗 你看我一笔一笔的 我先画的是他的一个大的这个轮廓结构 对吧 稍微给他一加 他凹凸的感觉就起来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看我们这个里边还可以再给他加一个结构 看 我再给他画一个啊 哎 这个地方 你看 我可以用哎 颤笔 点笔的形式去表现 哎 这里边啊 然后呢 有些地方 所以说我们讲画一些村法 他是融合结合的去表现的啊 他不是一笔去完成的 很多东西 他是可能点 点和村啊 融合的去运用 是吧 有的是边点边村啊 有的是村点结合 是吧 你看这块啊 哎 大笔 因为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在他的后方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要干嘛呀 我们在画的时候加点水啊 要用蛋末 是吧 稍微的给他前后的熨染一下 有浓有蛋 来两笔 这个农民来吧 看这个石头的这种厚度和质感 咱们就给他表现出来了 哎 他如同刀斧批木啊 斧批村 就是如刀斧批木批出腐痕 他是以侧笔的形式 我拿着纸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画的时候要什么 要有这一定的这个力量感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就是斧批 是吧 我们侧笔 看啊 哎 这个侧笔大一点 这叫什么 这叫大幅批 你看我画的这个轮廓 你要勾出来 他的轮廓相当于你看 他的棱角 棱角感非常强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干嘛呀 你看我这个时候 我勾的时候是中锋 然后这个时候 我用侧笔 顺着他的结构 往下 一定要干干干干干干 别压 别用力太大 哎 其比重 收比柔 看 有这种体块质感 是吧 这种这种快变感 你可以横 横着一笔再给他切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 迅猛有力 这个形容的非常好啊 这个就是迅猛有力 要干脆利索的去给他呈现 明白了吧 好 这个啊 就是咱们这个画的一个 表现形式啊 这里边你看我稍微的 哎 你要如果想要给他画的更细 你这里面都可以再给他细细的去找 去村啊 去表现 我们把他的结构感给他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上边这块怎么办呢 这块我就教你了啊 怎么去点了 这块就和咱们下方这个石头啊 我用到的这个村法是一样的 看啊 哎 侧笔 把笔侧过来 错落不一的去给他点画 看啊 我这个倾斜的时候高了一点啊 别让他倾斜太高 看这里边都可以啊 我们村完之后也可以顺势给他去点 一点 看没有 哎 这个石头我们画出来 他有棱有角 是不是啊 他是有棱有角的 他不是一个平的东西 我首先呢 就是勾出来他的轮廓啊 他的外形啊 如果我们去勾的话 他的外形就是这样 哎 压笔折过来 然后下边 一层一层的往下折 折的时候呢 哎 你看这个宽 这个窄 然后往下来再宽一点点 是吧 再往里收 哎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边就再给他找结构 是吧 在这里边再去给他找一些细小的结构 对不对 说白了 他就像一根线条 压一根线条 一根线条压一根线条 但是呢 他们的之间的宽度不能太均匀 你别画得给楼梯似的啊 你别给楼梯似的啊 非常的均匀 哎 这样怪好看啊 很整齐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就你们 哎 这就错了啊 一定要注意宽窄 是吧 村的时候也要注意疏密啊 这个地方稀疏一点 下面我们转折的地方 密集一点 是吧 有这种变化 所以看起来他又干嘛呀 更加的生动形象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 这块啊 那接下来 哎 接下来我干嘛了 接下来我就要去画上方的啊 上方的 上方还有一棵松树 好吧 哎 老师给他放大啊 咱们往上走 哎 到顶了 看没有 这个松树要小一点啊 这个松树从他这个石头 别的顶端长 在他的一侧啊 就在他的左侧啊 这块斜面的左侧 因为那个松树一般都生长在什么悬崖峭壁之上 对不对啊 好 我们还是要调点浓墨 哎 调点浓墨 然后呢 哎 先勾出来树的一个姿态 这个线条呢 要比下方的 比下方的要干嘛呀 要稍微的细一点 看下面我们画的比较粗 啊 我们往上走 要怎么样 稍微的细一点点 对 有棱角 有疏密 有凹凸 是吧 有了棱角 你把他的疏密处理好了 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凹凸的变化 好 接下来啊 好 往左侧延伸大约四指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你看我这个啊 哎 往上走 漏风起笔 哎 转折一下 好 过来 啊 这里啊 好 往这里来 不要太大啊 一定要比咱们这个 呃 下方的那个小一点点 看 这是一个支哈 也是 漏风起笔 他有几个这个转折啊 就是他骨节的位置 好 我从这个上方给他去怎么样 去分叉 哎 这个分一个小叉 看 是吧 这不两个数又差了吗 对不对 那么同时啊 我们去平斩啊 这边往这里过来 加点小支 是吧 这边呢 怎么样 哎 往 往这里过来 如果你一定要啊 不要画太粗啊 你可以用个小小一点的笔 哎 这里再给他分一下 是吧 这里 给他补两笔 对 也是浓膜啊 这个也是浓膜 哎 下面你看 哎 想让他生动 这个支子 一定要出啊 出支 一定要自然漂亮 不一定画的 他这个支条太细 但是呢 整个的姿态感要有 看我们上方的 下方怎么办啊 上方有了 我们在下方 也要给他画一个小支 对吧 哎 一 二 你看就折笔 啊 折笔去表现 这样表现的目的是啥呀 这样表现的目的是 哎 他这个数 会更加的那么生动 对不对 会更加的生动 看 整体的这个大的姿态 我就这样就给他画出来 就可以了 啊 你下面想加个小支也可以加啊 不加也行 啊 都行 啊 但是呢 一定要呢 和这个石头啊 长在这个石头之上啊 你别让他这个中间还留个空 像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那不好看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呢 同样啊 我爸爸的毛笔 看啊 哎 条件浓墨 条件浓墨啊 你看我的笔交 啊 笔交稍微的别太巨风 你看在这里搓一下 让他怎么样 稍微的散一点点 哎 你可以这样去点 啊 这是 这样的话就是 哎 我的毛笔呢 比较 他比较巨龙 我点出来是这种感觉的 当他是散风的时候 我们给他揉搓一下 你看 当他是散风的时候 你点出来是这种感觉的 是吧 他不一样 但是呢 他同样可以去表现什么 哎 同样可以去表现松针 看我们让他聚一聚 对吧 画法和咱们第一棵松树是一样的 在点的过程当中 哎 一定不能给他排列的过于整齐 是吧 要注意 哎 有树有密 根据出枝的变化 就画出来他这种树密的层次啊 和高低的这种起伏感 加一点 看 哈哈 谢谢啊 也祝大家这个能够红云当头 是吧 哎 看到吗 哎 这个还可以再细一点都可以啊 行 哎 咱们给他去 村一下 对不对啊 好 咱们缩写一点点啊 你看整个的我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默稿的形式来给他去呈现 对吧 哎 他是以这种默稿的形式来去呈现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干嘛呀 画哎 哎这里还可以给他点几个台点啊 都可以给他点一点 包括这底部啊 点也行 不点也也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给他点一下 让他更加的显得丰富一点点啊 最后呢 我们要在上面去给他干嘛呀 去去点那个红颜色 好 这是我们画的一个默稿啊 默稿到这里就行了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什么 用到颜色了啊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颜色画远处的山体 啊 画远处的山体我们哎我就用刚才这个牌吧啊 我就不换新牌了 就是课前静享的时候用到这个牌啊 我挤一个珠沙 哎远山远山要有珠沙还要有什么 哎还有点珠标啊 珠沙珠标 这两款颜色啊 甚至可以加点褶石 你就是不能让他太艳 虽然他是红 当然了咱们没办法用到那种 如果你有好的这个 珠沙啊 如果你有好的珠沙 我就直接用珠沙 就像那个李克燦的万山红便似的啊 人家那是名贵珠沙啊 据说皇宫里面流传下来的啊 咱们是没有啊 如果咱有咱一样可以画出来哎 又红面又漂亮的这个颜色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换一只啊 中号吧 好吧 换一只中号的煎毫啊 中号 我拿一只小一点的 这个是墨 我们开始啊 去画远处的 这个我就要用什么 用到这个色了啊 用到颜色了 颜色我们画这个远山 怎么画的 我告诉大家啊 远远山 大家看一下 远山其实很简单 你要注意它的整个的形 我先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先把它整个的形 先给它勾出来 调一个珠沙 珠沙加点珠标色 这两款颜色啊 珠沙加珠标 它依然会给人的感觉特别的红艳 对不对啊 珠沙加珠标 里边想要它降低下程度 稍微加一点点的折石在里边 或者说你加一点点的墨色都可以 好 接下来啊 大家注意 远山是比较高耸一点的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先从最左侧啊 那个山头 大家看一下啊 左侧的这个石头交叉线 左侧这个山头和这个松树的高度 是差不多的啊 你可以给它平起 也可以比它高一点点 啊我们画的比较实的啊 比较实的这个山头 离左边的位置啊 到这个白头的位置 就是它左边最边缘的位置啊 不算更远处的 看 大红不行啊 大红因为颜色太艳了啊 你不好调 颜色是珠沙 珠标 加了一点点的折石的颜色啊 珠沙珠标 加点折石 好 左边 看咱们给它定一下这个位置啊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它可以干嘛呀 往里去了 是不是啊 外边是凸起来的 慢慢的往里走了 往里走正好是一拐颜料 再加上我的一个手指啊 食指 这么一个 高度 看啊 这是这是我们要画它的顶端了 对面 颜色 好 最上方 大家注意了啊 就是到顶部它的一个高度 我们怎么样 给它留出来 最少得三指左右吧 哎 它的顶端 给它留出来三指 看我给它定了几个点 珠沙珠标 加一点折石 它这个颜色 它虽然是红的 但是它不会那么的艳 你要吧 如果你不加的话 或者加一点点的墨 调一下也行 好 我们在勾的时候啊 同样也是以中分用笔的方式 大家看好了 我 大家看好了 你看看下我头发了是吧 没凸顶吗 这个 救了几年 这个线上教学啊 这个 发量逐渐减少 好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从你看 哎 上方 我们这个线条啊 不要给它勾得太直 稍微有点弯曲的变化 稍微有点弯曲的变化 咱们看一下啊 哎 然后你看 哎 漏风起笔 这个行笔的过程当中 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这个是中锋的线条 然后 哎 里边 你看我给它勾勾的手啊 我先把它外框线给大家勾出来 这个 这个石头啊 宽度大约两指 哎 给它接一下 你看 行笔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用笔的这个变化 你看 在它转折的地方可以重一点点啊 就像那一个长方体 但是我在用笔的过程当中啊 不是给它画的太什么 太均匀 是吧 我在行笔的时候 好 咱们就再往上走啊 再看一下 我先把他的外形给大家去勾出来 他整个的外部的轮廓啊 外部的轮廓感 哎 往上走 我们讲了 往里来 看 上方我用的是比较实的啊 比较实的这个 你看这里 行笔的过程当中 你看 上面别太平 往下走 是不是啊 后边 咱们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层次啊 就是后边来 你看 高低的这种变化 我先给他简单的画出来 对没有 大家看好 哎 他慢慢的到哪里 就到这个松树的这个位置 石头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他的一个形 这是他的一个形 好吧 这是他的一个外形 我稍微缩小一点点啊 外形 然后到底部啊 到底部 是吧 到底部干嘛呀 底部我们要往里干嘛呀 哎 你看啊 往下来 一定啊 底部是有云雾起伏变化的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到底部要慢慢的 给他干嘛呀 哎 你看 慢慢的往下来 慢慢的要来 越虚化一些啊 哎 这是这一块啊 他整个的外形 是吧 他就这样 这种感觉 好 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给他干嘛呀 找里边的结构 高峰画一只熊鹰 可以啊 也可以啊 好 我们接着啊 这里边怎么办呢 大家可能 我没见过这种这种画网啊 你看这里边 这里边我可以边点边村 你比如这里是吧 这里 哎 我给他去分一下结构 对吧 我给他去分一下结构 但是这里边呢 你不能给他画的太 不能给他画的太实 你看 哎 点村一下 这个叫什么 啊这个叫颤比啊 对吗 你看这里边稍微给他去调整一下啊 这个顶部不能太平 你看我这稍微平了一点点 那怎么办呢 我给他调和一下啊 哎 顶部我们要让他有点这个起伏感 看啊 我们这里边的10块啊 他就是大小不一的这个块面感 去给他组合 你看这里 一个块 是吧 然后往下来 哎 这个块在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 你看哎 然后 产生一些 这个错落的关系和变化 是吧 一块块的往上去 对 像画高楼一样啊 真的啊 这个很形象啊 就像画高楼一样 不能给他排列的过一整齐 是不是啊 你看这里 一定啊 如果你不好掌握 你先把他的这个方框 就是他这个块 啊 方框 给他先画出来 你看 呃 别让他干嘛呀 哎 太过 聚拢 先从这里来 是吧 往上去 是吧 我先给他分出来这个一块一块的这种感觉 往下走 是吧 你往下来一点都没关系啊 看好 给他分的这个小块面 是吧 往更远处 说白了 他就是以这种线的形式来去呈现 看啊 这是我画的他怎么样 他的上方 对啊 他的上方 我只是勾出来了几个这个轮廓啊 当然了这个轮廓我在勾的过程当中 啊 勾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调折时呃 珠沙加珠标加点折时的这三款颜色 啊 别让他太艳就行了啊 好 调和一下 如果你觉得太红 你可以加点淡淡的墨色降低下他的纯度 是吧 这是我勾的比较实的几个一线条 然后呢 你看 哎 就像一个这个迷宫一样这种感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 从这个地方来 看我的哎 用笔要有点提案的变化 这个就类似于颤笔 看没有 哎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怎么 哎 稍微有点这个颤抖的这个用笔方式 去给他进行村画 你看这里 大家都 学过这个画瀑布的时候啊 就是画那个水流的时候 这就是用的他那种方法 对 一定要不规则啊 千万别给他画的过于规则啊 你太规则了之后 你出不来那种效果啊 咱们讲呈现出不规则的这种感觉 哎 有的地方呢 我依然也是在他的转折结构的位置 你看这里啊 去给他 加画 你看这里 对吧 上时下需的那那测比就给他点 就像那个 看这里哎 有提案的往下走啊 有提案的往下走 哎 这样一步步的往远处来慢慢的怎么样 淡一点点 这是我画的都比较实一点的线条啊 哎 往下走 看没有 哎 咋差那么好是吧 老师这个 哎 手抖 你看啊 就是你看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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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提案提案 就按下去抬起来 按下去抬起来 有规则的往下走啊 你看 按下去提起来 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大成干比了 就这种感觉的啊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你比水分别太大啊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呢 就是相对来说水分比较小一点 啊 比较小一点偏干一些 后边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画的都比较实是不是 好 后边 后边我们就调稍微淡一点的像这里面 是吧 我们可以就侧笔给他哎 大体上给他去怎么 啊 穿一下 说侧笔给他穿一下 或者说 你在边穿 穿完之后 再给他去怎么去点啊 都可以啊 一定要把他前后之间的这个关系 给他去处理好 我们现在这样给他画一下啊 画一下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最后再去给他干嘛呀 再去给他调整 对不对 看这样 干比的这种形式 哎 往下走啊 我现在画的就是比较实一点的啊 比较实一点的这种哎 墨色或者线条往下来 看 哎 高楼大厦是吧 万地高楼平地起这种感觉 是不是 哎 稍微的充化一下啊 像这个时候 你看他基本上这个大的结构感 基本上这么大的结果感 怎么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结构不突出 你又调珠砂珠标 是吧 稍微深一点的 甚至说加一点点的什么 啊 哎 加一点点的墨色 让他浓一点 我们这个时候啊 可以加一点点的墨色 在他的转折结构的位置 看我现在这个结构不是太特别的明显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你看从这个上方我还可以干嘛呀 哎 去给他调整 就是说我们稍微在的顶端一些结构的位置 给他去提一下 看这两 我并不需要太多 是不是啊 看我上去的 这个轮廓结构 你看我稍微的给他哎 再加强一下 看这个结构明显了吧 对不对 哎 远处给他稍微的插画一下 啊 这是我们画的特别的讲了哈 比较实一点的这个墨线 好 这个底部啊 一定要虚化 为什么要虚化 虚化完之后 我们才能干嘛呀 我们才能用啊 其他的这个墨色 啊 才能去给他染啊 通过染的形式来表现出他这种虚化的效果 好 这是画的比较实像五指山一样 对不对啊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个 好 我们还是要调这两块颜色 这个时候颜色别太重 同样我也是用点的方法 咱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右左侧 左侧这两块山头啊 大家看好了 哎 颜色别太深 看啊 直接毛笔微测就给他 你看点下来 看没有 看这个 哎 哎 包括这里 勾低的变化啊 你看我给他点下来 哎 然后呢 上边重下边淡 上边实下边虚 边点 看我给他点了一下是吧 好 我随时呢 哎 在上面 点完之后我稍微的给他去勾化一下这个结构 看没有 你看这个小山体啊 这个山体的这种 这种感觉哎 就出来了 啊 往下来慢慢的虚化一点点 看了吗 我画的这个啊 你们啊 老师画的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远 远处的山体 啊 远处的山体 好 我同样也是啊 看笔尖上调这个颜色要比这个用的要淡一些啊 比他要用的淡一些 咱们看一下啊 怎么去呈呈呈出来的 侧笔啊 点点点点往下点 是不是啊 上方也是高一点哎 往下点 你可以如果要更淡你加点水 他就会更加的淡雅一些 点完之后随之 哎 随之给他去勾画啊 边点 是吧 边去勾画 这里边你看他的呈现出来的效果 呈现出来的效果哎 就大不相通啊 更远处的 对不对 哎 勾低的这种 看 勾低的这种变化 虚实的这种对比 对不对 哎 这是我们画的更远处的这个山体 这个这个地方 给他补一遍 是不是啊 你不用管他的阴阳面啊 你不用管他的阴阳面啊 你 你就表现出他的这种空间感就行 明白吧 啊 他的阴阳不是我们 正常的这个按照光源的关系来的啊 他不是按照正常的光源关系来的 中国话 他不像西方那个光源啊 从这里打过来 你这个地方比较那个地方必须暗啊 他不是一回事 没有吧 我们再给他画啊 更远处的 哎 远山 往下走是吧 这都可以啊 都可以随时的给他去架 看 他的这种高低的层次感 怎么样 出来了 对不对 有时有虚 这个地方比较实啊 远处的比较虚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调点颜色啊 调点颜色 给他去 点一下 这里边我们要厚一点的颜色啊 在上边我们要给他去点一下 这点台 在这山头之上啊 调这 珠沙啊 调珠沙加 珠标色 在这山头之上 调在这个颜色稍微的厚重一点点 是吧 我们去给他点一点台 点台的时候呢 就在他的结构的位置去给他点台 对吧 在结构的位置点台的目的 他的山石的结构和质感更加的丰富 这只是啥 今天呢 咱们只是给大家去呈现一下 在咱们的正式课程当中 就你想要画这种画 初期是不适合的 因为咱们在呈现的时候 可能 在画的过程当中 是吧 给大家整一些比较新鲜的 是吧 比较这个协议的 这时候要告诉大家 啥呀 中国话有很多的表现形式 但是我们要真正的去学习的话 一定要脚踏实地 啊 你想老师也是啊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都是从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这个最传统的这个绘画 学过来的 是吧 我们讲啊 邻居者同学 我们先掌握基本的笔墨技法 是吧 你那基本的用笔 用墨都不懂 你怎么可能能画好 是吧 墨分五色 对吧 用笔中锋侧锋 对吧 政策营养的变化 用笔的提案 这个我们都需要把它 熟记于熏 是吧 经过训练掌握好了之后 你再画这种小画 我告诉你 那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咱们这个正式课程当中 咱们有啥 不但有山水 有花鸟 有人物 咱们还有什么 基础入门 梅兰猪局 梅兰猪局 就是为小白同学精心打造的 让大家入门 学习 基本笔墨技法的一个课程 点画一下啊 好 我上面啊 这个地方我略微的给他加一个小松树啊 加一个小松树 用个红色的 哎 红松 对吧 好 老师就略微的给他加一加啊 甚至说上面都可以给他加几个都行 这是咱们的一种表现形式啊 一种表现形式 好 画了几个小松树 看起来怎么样更加的生动 对不对 我这上面都可以给他去加一讲啊 都可以给他加一讲 这是咱们直接用色 用色彩去呈现了啊 直接用色彩 不是用这个用墨了 用色给他去呈现 表现这个画面的这种 丰富的这种质感 对不对 好 好 我缩小 现在啊 现在我画的是比较实的 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就开始给他染色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底部我们就画他的云雾 画的云雾 找一只稍微大一点的笔啊 咱们说的梯斗 看就是这个 这个垂云大号 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 还是调这两款颜色 哎 还是调这两款颜色 这两款颜色呢 一定不能太什么 太重啊 一定不能太重 稍微给他调和一下 然后呢淡淡的 多加点水 先淡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呀 这个时候你看有些地方呢 你不能让他都是那么的亮 对不对 有些地方我们要需要用这个 颜色来给他去怎么样 去 画一下这个云雾 啊有些地方不会画云雾 你看我啊 看我怎么去表现这个云雾的 霸比鸭扁啊 我们可以用干画法 也可以用湿画法去呈现 哎 云呢 霸比鸭扁 你看底部要有什么 我们讲的凹凸的变化 看到没有 哎 我在画的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了 你看我从上面给他下来之后 你看有一定的 哎 底部我们讲了凹凸 这个凹凸就是起伏 加水 加水 你看霸比鸭扁 看我底部一定不是平的 是不是啊 我的底部呢 一定不是平的啊 哎 他是有这个起伏的变化在里面呢 看我远出去越来越淡 对不对啊 你看啊 稍微的我们加一点点的 哎 淡颜色给他去烘托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比较淡啊 我们先把他的形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还要干嘛呀 我还要再去给他调整 看云雾的起伏感 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就这样 你看这个地方 把比鸭扁 往下来 往上去 你看这种凹凸的这种感觉出来了 是吧 出来之后 你看这云的这种形态不就有了吗 上面加点水过渡一下 是吧 整个的这种变化 怎么样 有了 底部也是一样 哎 底部也是一样 一层层的我们就给他加 对不对 好 看到吗 哎 这个这个颜色呢 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看我再调一下啊 不要我讲了 不要让他太艳 是吧 太艳了之后啊 咱们要他稍微的沉稳一点点 这里边就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的墨啊 别加太多 加一点点的墨 哎 让他有一个这个沉稳的变化 但是呢 这个颜色调的时候一定要淡 看这里啊 哎 我这个时候我再给他去 染 你看 这时候啊 我又画的这个云雾是吧 我现在呢 要重一点了 我就在他的底部 再给他加强一下 我调的颜色 当我颜色比较重的时候 我再让他底部 给他加强一下 看了吧 哎 哪里不足 是吧 我这个第二遍了 对不对啊 哪里不足怎么办呢 你看 我这个时候 有些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我可以给他稍微的重一点点 所以说我就可以再加点深的颜色啊 去给他 怎么样 调和一下 也就在他的结构的位置 你看 你看 对吧 云雾的这种起伏感 跃然纸上 这种感觉 对吧 颜色上来说 看我一开始用的比较淡的啊 我不是这个云啊 我画的时候不是一遍完成的 任何东西不能急功近利 是吧 一定要什么 一层一层的 你想表现出他的这种感觉 你必须得一层一层的给他去画 啊 你也可以说白色是云啊 因为你这个白色的云 你需要用这个云 它是有体积的啊 它是有体积的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深色的东西来给他烘托 对吧 你没有烘托 你是画不出这个云的这种质感的 看亮部我们就可以干嘛 哎 就给他流出来 哎 啥也不用村也不用染 去上面给他流出来亮部 啊 下部呢 哎 给他用云雾的形式烘托 是不是啊 稍微再去烘托一下 整个的这个 哎 这种 哎 起伏质感就出来了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染前方 啊 前方这个啊 前方这个怎么染啊 前方这个山石 我们也要去用褶石色 是吧 褶石色加点 加点这个珠沙色啊 给他略微的染一染啊 藤黄也行 略微的染一染 淡一点 啊 因为最后我们要在上面去点这个 浓的台点 是吧 这些地方啊 染的时候 顺着他的结构 看啊 我这个地方是点的 你看我就 我就可以给他去点染 是吧 染的时候不是平图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染一个东西的时候 切记平图 这里边我不必给他全部染上啊 有些地方我可能给他留白了 是吧 哎 他也是要根据他的山石的结构和层次来去给他去染 一笔笔的暗部 暗部怎么样 暗部可以稍微重一点啊 是吧 我就调这里个颜色 在他的暗部给他加深一点点 亮部呢 我就颜色加点水 他就变淡了 看 这个地方留白 不要给他全部染上 是吧 留白 因为我们要突出一个东西就要干嘛呀 去给他留白 去突出他 我这里还画了一个小护栏 老师呢 这里还画了一个小护栏 对吧 要画出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啊 我们再放大 放大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 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护栏 可能有登山的是吧 安全第一 所以我们给他画个护栏 有点这个意思就行啊 有点这个意思就行 看了吧 哎 然后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就调这个 珠沙 啊 调珠沙 加上什么 珠沙加上这个珠标色 我们开始给他去点 啊 珠沙加上珠标的颜色去给他点 这个松针 啊 这个松针 你可以加点花青给他染一下 也可以干嘛呀 也可以直接哎 用点墨或者是直接不染都可以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调珠沙和珠标这两款颜色 调完之后 看啊 调完之后呢 我就在这个上方给他点点这个红点 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聚散关系 看啊 稍微的给他点缀一下 调的那浓稠 厚重一点点 哎 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给他点画一下 哎 增加他画面的这种 丰富度吧 好 调的稍微的浓稠一点点啊 珠标的话 更加的偏什么 偏 红一点 珠沙的色的 就珠标的颜色呢 他更加的 一眼红一点 珠沙的颜色呢 他就稍微的暗红一点点 上面也是一样啊 两个调起来正好中和一下 看上方 点的时候 不要给他重复的在上面啊 看我的点的时候哎 注意他们之间的这种聚散关系 看没有 哎 为啥要厚啊 你不厚你点不出来 啊 你不厚你呈现不出来 这里边你看我们都可以给他加几倍 点的时候要快啊 速度要快 啊 点出这种 生动的这种感觉 里面的别全部给他堵死了 我们要有一点的这个透气的这种空间 也不代表红色植物啊 这是一种艺术的这个表现方式嘛 你也可以代表上面 红色的植物啊 这是咱们以红色为主体来创造的 是吧 你红一当头上面点上的红 对吧 你这个主体来创造的 但是呢 你可以代表植物也可以代表其他的 他象征性的一些东西 是吧 借景啊 抒情 是吧 借物于人 咱们就是这是这一种表现手法 是吧 咱们通过今天这个 红一当头啊 目的 其实我做这个目的也是你们都是高考过来的啊 也是预祝咱们这个高高考的这个高中生吧 是吧 高三的这些孩子们吧 对不对 能有一个这个 考一个好的成绩 是不是啊 这是这个今天的这个寓意吧 也祝大家的生活啊 包括无论在各个行业都能够红云当头 是吧 幸福美满的这种感觉 我是我是这种这种 这种意趣吧 好吧 好 我就给他稍微的点一下啊 稍微的点一下 假如啊 那们 假如你觉得这个颜色 是吧 刚才我这课前不是给大家敬想 用了一个颜色吗 假如你这个颜色都感觉 老师都太红了 我想来点这个绿颜色 你就可以调这个 花青啊 加点花青色啊 稍微的给他去染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啊 我就用这个颜色 稍微给他染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染一下的话 他可能更加的充裕啊 染的时候点染 一点点的形式给他去呈现 你看 通过这么一节课啊 咱们虽然是一个小时的时候 时间 但是老师呢 也是给大家 又额外给增加了 增加了这个上课的时间 是吧 然后这幅小画 通过这么一节课 是吧 哎 咱们把这个哎 红韵当头是吧 满腹红衫的就是感觉 我看起来就非常的喜庆 啊 有冷有暖的这种对比关系 是不是啊 本本心的一个初衷啊 也是希望咱们每位同学 来听课的每位同学 都能够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是吧 做生意的红云当头 是吧 行大运 对啊 也祝咱们高考的孩子们呢 能够红云当头拔得头筹 是不是 那么还落款吧 啊 再给他 待会儿啊 等他这个地方 稍微的亮一下吧 落款 好 这是咱们这一幅小小的画面 然后就通过这些